如来为花大圣者说 为花最上圣者说 释迦牟尼佛是为大圣的人讲的 为最上圣的人讲的 佛教有五圣 五圣 一个是人圣 一个是天圣 一个是生文圣 一个是菩萨圣 一个就是佛圣 人圣 讲的就是 随心所益而不预据 随你的心去做 随顺众生去做 但是不超过规矩 就是守戒 不要超越那个规矩 那个规矩 就是借力 你随心所益 随顺去做 到圣里不要超过那个规矩 我们懂得 人圣 做人的道理 孔子 孔夫子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 就专门讲 李业 李业 诗书 义 他专门讲 这些东西 论语 里面所讲到的 孔子 孟子 这学说 都是讲人圣 人圣 这个也是属于佛教 一个是天圣 耶稣基督讲的 天国 就是天圣 你要当一个义人 就可以到天国 这个义日 义 忠义的这个义日 你要做一个义人 规规矩矩的做人 只是一个义人 你就可以到天国 那是天圣 那你做了功德 善人 就可以到天国了 那是属于天圣 那第三呢 就生文圣 生文圣已经到了 四圣界了 生文圣就是小圣 他度自己 但没有广大去度众生 只度自己 而没有广大去度众生的 是小圣 那就是生文圣 再来就是菩萨圣 菩萨圣很高了 菩萨圣 就是 只为众生 不为自己 就是菩萨了 我简单这样子讲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内容 这个是 最上身 就是佛圣 佛圣 佛圣是什么 你开悟了 无为而为 不为什么 但是做什么 不为什么而做 佛圣 佛圣 佛圣呢 就是讲 除了 这个 自己度自己以外 还度他人 还解说 为谁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 是为谁讲的 为最上圣则说 最上圣则说 就是为佛圣 或者菩萨圣的人讲 大圣就是菩萨 大圣就是菩萨 最上圣就是佛圣 这是五圣 人 天 身文 菩萨 佛 最上圣就是佛 大圣就是菩萨 为菩萨的人讲 金刚经是为菩萨的人讲 跟最上圣的人讲 自己度自己 还要度他人 自己度了自己 还要度他人 这是 自觉觉他 佛是 觉行 圆满 觉行圆满 自觉觉他是菩萨 觉行圆满 是佛 做到非常的圆满 就是佛 这是佛 他哈哈 一定要神